然後 不好意思 然後我要報告的是2015 Summer of Code 為什麼是問號等一下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去年辦了一個 Summer of Code 就是去米跟沃草 辦的那原由是因為 國二武裝2.0的那個專案的時候 就是因為很快就打標了 所以那時候村長會建議說 你們要設一些延伸目標嗎 然後於是就出現了這個專案 那醜化其實那時候其實很趕 就是不到有些月吧 麻煩那就是5月的時候 講一講然後6月弄一弄 然後就學生大概報名的時間不到 兩個禮拜吧然後 最後總共本來是規劃有5個學生 5個專案那最後 是就是3個學生然後3個專案 對那 像其中一個就是立委投票指南 的Android版的修正 這樣子那所以 同學他現在已經跑到美國去了 那他也就是國會大代制的 就是做一些修正 就是改版一些 增強他一些UI功能 然後還有一些 那還有就是我說錯了嗎 然後我們把 因為那個做 欸做的怎麼跑走 他要幫忙把原本的Twitter Porting到Facebook也可以用 不過那個就是 本來打算說那個 要把Porting回去 不過應該就還沒做 今年目標了 一年到來一個目標 然後就是後來想講說 其實一三分之五 因為G00B其實也不只在寫空 那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到底要是要三分之五呢 就是 一開始想要三分之五 但是 但我想這個說起來好像不太好 這比為什麼不太好 當然可以去 然後就比如說沒有行銷 然後別問案 然後都可以 那最後就是三分之五 這樣 那就是 主要是因為現在還沒有一個主辦 因為B公司今年沒有 進費 但是我希望延續這個精神 然後 OCF可能可以提案 但是我還不太確定 OCF就是可不可以提案 然後完成這個計畫 所以 有多方發展的計畫 就是來詢問有沒有有興趣的 那個公司 或者是 人來協助 當主辦單位 或贊助商 那我小弟可以幫忙辦 對 那 最後就是 這個時程就是 大概三到四月會找一些 找錢 然後大概需要 預計大概五十萬 我們希望 Hold住五個學生這樣 然後五到六月就開始宣傳報名 然後七月他們開始做他們的事 然後九月就發表成果這樣 這是大概的時程 然後需要這些 也可以歡迎大家路過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